业者非常仔细地向民众教授种植兰花的方法 就是要让民众们把喜欢的兰花买回家后 能够让花开得更旺盛更美丽 为了让民众来渔迟乡旅游之余 又能够欣赏到日月坛的特产兰花 乡公所在文武庙举办了兰花市集的活动 期盼借由活动将日月坛兰花的知名度推广出去 也让民众来旅游时多一个景点可以游玩 因为石庆龙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 并表示鱼池香的知名特产除了兰花之外 还有香菇 红茶以及咖啡 而种植兰花的技术因年年在提升 因此日月坛的兰花美名是享誉国际 在我们日月坛乌鲁庙 这个鱼池香的虎头兰展示推广活动 配合我们这个农丽春节 到来 一只香除了虎头兰之外 另外还有香菇 红茶 现在还有咖啡 这些优质的农产品 那虎头兰也是享誉国内外 那我们虎头兰的这个栽质 跟兰花也每年都有不一样的成果 业者说非常有名气的虎头兰产在鱼池香 且兰花一年只开一次 花季又在冬天 因此兰花在过年时是非常应景的植物 而且兰花是挑气候生长的 也是在鱼池香才有如此美丽的兰花 南投县鱼池香的特产就是最有名的虎头兰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虎头兰是鱼池香的特产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办一个兰花市集 从每年的元旦到元宵都会有 每天都有哦 大家一定要来参观 然后虎头兰它比较挑气候 它就是因为这里的气候才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开花 然后花期非常久 它是算是年节的花 就是一年就开这么一次 冬天的时候开 还有漂亮的拖鞋兰 拖鞋兰呢是要瘦粉才能够开花的植物 所以它每一朵都不一样 所以是非常特别的 那虎头兰呢它是可以组织培养的 所以它就可以复制 所以它的花形都会一模一样 艺人石敬龙表示 兰花的品种丰富多元 每种都有其不同的特色 是非常赏心悦目的植物 而在文武庙的展出 也让花农有个销售的平台 并呼吁全国的游客 趁着农历佳节 欢迎来日月潭旅游 来这边赏兰花 同样是虎头兰 花种非常的多 而且花形跟花的颜色 也都不一样 希望借由这个元旦 到农历春节 在我们文武庙 这个广场 来做这样的一个展售 推广的活动 也能够让我们花龙 也都一个管道 销售我们的这个 优质的兰花 所以在这边 我也呼吁 我们全国的民众 可以到文武庙 来观赏 来购买 以此的这个胡头兰 日月潭是国际知名的观光景点 也有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 兰花市集 攒期一直到2月11号元宵节之前 欢迎游客来旅游参观 让全世界都看到南投之美 民意新闻洪信平 于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赏 请不吝点赏